我来看看 有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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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展开留言吗 现在线上的人会不会觉得我疯了 你们有看到我吗 已经上线的大家 晚安晚安 我刚刚在我们刚刚在试那个FB啦 在试FB的直播 所以刚刚看到那个我们又混那个慌乱了一下 今天要讲为什么没有人阻止五则天称帝 讲这个之前当然是要先跟大家说晚安 今天是星期三是小周末了 希望接下来的两天大家可以一切顺利 台北现在是下雨的不知道你的所在地下雨吗 还是天气很好总之希望大家都不要缺水 然后如果你是在移动中 那你就是挂听就好 不用先不用看荧幕 因为雨天嘛 确保安全在蛮重要的 那你之后要补课或者是哪些重点没有听见 或者是你有图你想要再看的 你再这个转转回来重新看一下回放 因为有时候你听着听着可能会听出一些新的想法 或新的问题 那你们就可以在留言让我知道OK 那这个我刚好看到大家的这个留言 就说我用的这个封面是这个冰冰跟佳玲 像刚刚很熟 范冰冰然后还有刘佳玲的五则天 其实我放了蛮多版本的五则天们 在等一下的PowerPoint里面啦 只是他们两个因为那个色彩很漂亮 很鲜艳他比较近的影视作品嘛 所以想说放他们 因为他们不是只有那个服装色彩很艳丽 那他们的发型啊还有妆容啊也非常的特别 特别之处在里都是错的 所以这个妆容的错误我们有机会再谈啦 那这个就是先跟大家讲 我们今天要讲主题呢 大家很清楚嘛 为什么没有人阻止五则天称帝 它是我们很清楚啊 各朝各代唯一一个在掌握了实际的政治权力 然后有了很多人的支撑之后 第一个称帝也是唯一一个称帝的女性 可是呢在历史上我们晓得政治手腕绝对不输她 可能还超越她哦 或者是政治手腕非常了不起的女性其实是很多的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讲这个汉初时候的吕智 吕后嘛帮流帮 该杀的她也没有在留情面 或者是该功臣她也杀 然后她讨厌的女性她也搞了一个人质嘛 对外对内她都有她的政策 我觉得也把汉朝初期照顾得很好的 那她没有称帝 又或者是像那个北边楼上辽国的那个萧太后 她也没有变成皇帝一个帝王这样子的一个称号 或是一个帝位 那更晚期啦 大家可能多数人不是那么喜欢的慈禧 她也没有称帝 那我们就来讨论一下呢 在众多的很有政治手腕 然后也很有政治权力的女性当中 为什么没有人阻止武则天称帝 因为他之前完全没有嘛 那之后是另外一回事了 我们要来谈的是 在当时的一个政治环境底下 称帝前曾经发生过什么事 称帝之后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最后呢 总要有一个人让他下台 那个人不是他自己 那个人是你们敲碗敲了很久 你们都要听的柯南门的其中的一位 那这个等一下我们再一样一样谈 那要提醒大家帮我按赞跟分享出去哦 不要忘记啦 好我们来看一下 你们会不会有恐惧感的地图 这个是我们先看一下 水跟糖的疆域面积 疆域的概况 水跟糖我之前谈过 我们不会分开啦 我们应该是都把它给连在一起这样 那当然啦 除了第一个除了隋朝的国座很短 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分割的一个事实 所以他跟隋跟糖常常是连在一起讲的 跟国座有关 再来呢 这个我们之前也谈过 就是我们在讲 独孤皇后那一集的时候 有谈过关隆集团 事实上呢 他就是一群人 然后从北魏 从北齐北周 那北周之后又变成东魏西魏 西魏又变北周 北周之后就是隋 隋之后就是糖 他其实就是同一票人在搞的一个 政治军事合而唯一的一个机构集团 那那个时候还没有关隆集团这样的名称 关隆集团这个名字 这个名称出现的非常晚 他是近代的一个这个学者陈英雀先生提出的 但不管怎么说 这个集团他就是这样一条顺序一连串这样下来 拢瓜了从我刚刚讲的魏晋南北朝到隋到糖 他的一个政治加上军事的权力中心 这个我们大家会再谈 所以基本上呢 他们背后的靠山是同一批人 那我们自然就不会把他给分开讲 会放在一起讲 那再来呢我们看一下这张地图 看到地图先不要害怕 因为我们只要讲三个重点 这个就是隋唐朝的疆域面积图 那我就要讲三个重点 这三个重点第一个 我们先看上面那一个 先看上面那个岁月 岁月是很有名的大诗人文人 谁的出生地呢就是李白 李白的出生地 哎呀早期当然大家抢 因为有观光价值嘛 他是四川人啊 然后他是长安人啊 他哪里哪里大家抢嘛 那李白又说我本杵狂人 好像又得要去那个南边当杵人了 可是事实上呢 我们现在大概已经晓得 他就是哈萨克吉尔吉斯那个地方的人 就是岁月 所以李白的这个五官呢 应该是浓眉深目 然后是这种老外的脸孔 这个无庸置疑了 这是第一个要让大家看的 第二个呢 你们看右下方那一个 达罗斯 我不知道你们的那个历史教科书 有没有学到高仙之达书的那一场 达罗斯之义呀 我的是有 我不知道现在的教科书版本有没有 或是线上的大家有没有学到这个 那个达罗斯之义 达罗斯之义呢 我们先看汉人史观 先看唐朝以及宋元明清的史书跟史观 大家都说 应该说我们讲汉人哦 东方世界的史观说什么呢 达罗斯之义因为达输了 所以呀有非常非常多的科技 因此呢随着被俘虏的士兵 就往西边西船了 而造成而引得西方世界的一个震动 一个震荡 其中影响最深的就是什么 造纸术 所以把达罗斯之义虽败 仿佛对世界都有所贡献 这个是汉人的史观 那我们讲汉人当然就是指我刚刚讲的唐以后 乃至于宋元明清 还有到现在赵克斯如果有讲啦 我想说法不会差异性太大 可是呢如果我们站在世界史观的角度 现在不流行单就一个国家 或是单就一个州 或是单就什么一个羊等等的来看历史嘛 现在一定是用世界史观的角度 世界史观的角度是什么 我是放眼全宇宙也好 全宇宙太夸张 我是放眼全部的 每一个州每一个羊 它们之间有没有连在一起 有没有关联 如果有那互相影响之后 整个世界我是放眼一起看的 你只要有互动我就一起看 如果以世界史观的角度来看 达罗斯之义 他有没有真的对欧洲啊还是对隔壁大使啊 造成什么印刷术而引发的一个很了不起的科学上 技术上的一个震动 西传归西传 但有没有汉人史观讲的那么伟大 其实是没有 因为呢就在大使也就是后来的阿拉伯 大使自己的史书 他们自己的史书大群里面 谈到达罗斯之义的时候 就只是简单的一两句话带过 他没有特别去强调 这一场战争我们花了多久的时间 多少人然后如何如何如何 怎么样的经历怎么样的调度 他没有讲的非常仔细 有讲讲了人数讲了最初有这场战争的原因 还有结果 有没有特别强调说 哎呀那个有一个什么什么科技传入 或者是影响了我们的国家发展等等 并没有讲的那么的隆重 这个是世界史观的角度 就是当我们汉人史观非常看重的事情 当汉人史观觉得就是外族入侵 就是我们影响了别人的这样的史观 影响大家很深远的同时 事实上现在的流行的 或者是一个已经成为趋势的世界史观 他不是这样看的 世界史观就是我把你的一场战争 放在全世界来看真的是很渺小 除非你是影响全世界的疾病战役 或者是什么样的天灾人祸等等 那以一场两个国家之间在边境的战争 然后有这个人文啦自然啦科技啦互相交流 交流的方式 当然包括战争啊也好的跟坏的都是传播方式嘛 好的比如说婚姻啊经商啊不好的可能就像战争啊 他都是传播各种各式各样文明的方式 虽然他是战争而传出传入了一些技术 但是呢在汉人史观当中很了不起的事情 在世界史观当中不一定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我们要晓得我们的教科书也好 或是汉人史观也好 都把这个达罗斯Z看得非常的伟大了不起 对西方世界影响很深远 但人家的历史没有这样写 或者是说世界史观来看你 这个就是众多的战争当中的一场 那有这件事情发生 有造子树的西传一项一项记录下来 也就这样了没有那么的被我们的汉人史观一样讲那么伟大 所以这个是达罗斯之意要跟大家再历清一下史观的不同 也就是这一块土地上面曾经有过这么多的朝代 这么多的民族 光是这样看就是有唐嘛对不对 然后北边西边西南都各有不同的民族 你看你那个西南方有吐蕃 吐蕃一天到晚到后来啦没事就往长安打 那这个就是世界史观一定要看的 你要看全部的地图 地图旁边的国家还有哪些 这个很重要 接着呢我们就看到 达罗斯呢他那个时候打是高先知跟阿拉伯就大使对打 大使他们那个时候整个国家政治军事经济的重心真的是唐吗 其实没有旁边还有谁还有波斯咧 旁边还有波斯那个才是真正离他们又近 然后可能会有威胁可能会有帮助 好的坏的都是跟他们最接近的 换做是你你要跟这个100公里以外的人来往 还是你要跟你家隔壁一步两步三步的人来往 哪一个会对你来讲比较快速 当然是离你比较紧好的坏的都是啦 所以呢这个其实我们这样看 人家有没有真的要花非常多的心力 兵力时间经济金钱等等的去跟遥远的唐朝 遥远的东方世界有所对抗 跟他对抗波斯也好 波斯旁边那土地是连在一起的 要对抗旁边的到底哪一个对当时的大使来讲 CP值比较高 如果是我我要好好的跟波斯 要攻防也好要来往也好 因为他离我比较近 他打我我很快就被打到了 他对我好我也立刻就受到优待优惠 所以旁边那个大使跟波斯 其实是很重要的 那这个是关于旁边的国家 那接着呢大家再看一下左边那个红色 苏特人 苏特人呢他其实没有固定的一个区域 或者是固定的一个名称就是这个地方的人都叫苏特人 或者是他就是活动在比如说某一座山 某一条河旁边的叫苏特人没有的 因为苏特人的他的一个民族性就是什么呢 四处移动到处迁徙 这个移动跟迁徙的目的是什么呢 他们要做生意经商 换句话说苏特人就是当时候非常游走在这一块区域 然后走走走经过安息都护府 然后走私路进到庞长安 然后开始跟不同国家的人做生意呀交流呀买卖的一群经商高手 他们把非常多的这个科技啦 或者是不同的生活方式啦文化啦 就经由这个张谦凿空之后的思路就进到了唐长安了 那苏特人就是代他就可以代表什么文化传播的一个很好的媒介 东西双方透过经商啦然后来往啦交流贸易啦 那有很多很多的优缺点就各自来来去去了 苏特人的鞠躬绝尾呀 那他们到最后当然就慢慢的被也不是被同化耶 他们本来就不是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固定不太移动的民族嘛 所以他有的时候跟波斯做生意 他就讲波斯的语言用波斯的金币 那时候是萨山王朝他就用萨山王朝的金币银币 他跟唐做生意他就用唐朝的语言唐朝的钱币做生意 他跟隔壁大石做生意他就讲大石的语言 然后用大石的这个这个钱币 换句话说他们没有自己语言没有自己读最独特的 专有的无法被移走的文化 那你们想像这样的民族是不是很快就被各自不同的民族就被吃掉了 这个就是素特人难逃的一个历史命运 可是他们没有位子觉得我的国家不见了 或是我的民族不见了 因为他们本来就是这样的一个生活模式 我这样讲非常白话大家应该可以听得懂 他们是四处经商来来去去然后到处做生意的 那么大家一定会晓得很有名的素特人 他就是发动安史之乱的那个安路山 他就是素特人 那么素特人有非常非常多 朝五九姓你在长安城 你遇到像姓安的啦 姓石石头的石 还有康 康有为的那个康 这样有几个姓氏 你大概就是往你是素特人吧 那个方向去判断 那十之八九是不会错的 这是素特人的姓氏的一个特殊之处啦 那安路山这个路山这个名字啊 他非常像我们现在讲的那个菜企业名 就是你可以在唐长安看到什么康路山药铺 石路山鱼快店 总之你可以在各个地方看到有好多人 你怎么都叫路山 因为路山就是那个时候的一个菜市场名字 那我们现在就是大概把旁边几个 我很想跟你们分享的一些比较重要的 这个算国家也算城市也算 发生过重要大事的三个地点讲完了 那你们看到那个岁叶子的那一块 岁叶子的那一块其实呢 它就是我们之前也讲过 我长安十二时辰这部戏里面 一直提到安息都护府这个地方 它就是一个守边境的 捍卫边境民族 然后不要有战争 可以保家卫国的一个算是门户 所以安息都护府守住了 我可以挡吐蕃 我可以挡谁谁谁的入侵 没有守住 那很多的外患可能就从安息都护府 这个地方开始往长安攻打侵略移动 因此呢 安息都护府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战略的地理位置 来刚才我有看到有人留言说 怎么没有放你们印象最深的五则天 有啦我还是有放的 我放了一系列我印象中 我有印象的五则天门 那看到这个五则天门之前 我来看一下同学的问题 有问题的话呢 你们就提问 那我有看到 我就尽量能够回答给大家 有问题就提问 然后要请你们要帮我分享 还有按赞哟 谢谢你们 我来看一下 有没有问题 我不是历史老师 我是国文老师 但是文史是不分家的 文史是不分家的 所以这个没有办法 我永远都觉得文史是不分家的啦 所以呢 这个一定是要连在一起 要讲在一起的 好谢谢你们帮我按赞 还有分享喔 好感谢感谢 好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很多人印象深刻的五则天吧 从现在开始我们看人就好 不要 不要看妆法 妆就是妆容 不要看髮型 不要看髮型 也不要看什么 也不要看服装 呃 总之都不要看 你就是看人很漂亮就好 你看人很漂亮就好 因为 因为 这个都不对 漂亮 但都不对 这是刘晓庆 刘晓庆的五则天 我印象中他演了好像不止一个 不止一次的五则天这个角色 他好像有不同的系列还是不同的版本吧 五则天 这是贾靖文 贾靖文也演过五则天 他那部戏好像叫做至尊红颜 然后里面的他 我的印象中好像是一个 很 就是比较温柔的 然后比较不是那么强势的女性 这是嘉玲啊 刘嘉玲 这个发型呢 唐朝确实有这种比较夸张的发型 因为受到各种不同民族的影响嘛 但是至少啦 在目前 我看到的唐三彩也好 牧师壁画也好 或是流传下来的画作也好 还没有这颗头 有很高的头 但是没有高成这个样子 也没有高到上面还有这么多的造型 所以我才跟大家讲说 都不要看妆法啦 也不要看服装 可是他的那个项链可以看 他的那个项链就是当时候 狐风 狐风盛行的时候呢 大家 会在街上啊 走在路上啊 你可能看到有胡人戴这样的项链 就是那种串珠 我们现在就串珠啦 一串一串一串的 一颗一颗一颗这样串起来的 你会在路上看到 然后 再来就是彬彬啊 然后每次讲这张图的时候呢 我都会跟我的学生说 我是我的这个讲座听众 呃 这张这张剧照呢 第一个 范冰冰是生理女性是对的 再来呢 她的这个嘴唇两边 点了两颗 可以是黑的 可以是红的 可以是金的 叫做面眼 这两个是对的之外 其他的全部都是错的 不用看背景啦 我所谓的全部都是错的 意思是指那个 法 法式 法型 还有服装 全部都不是那个时候 唐朝的 随便谁啦 你要皇帝也好 皇后也好 还是贵族也好的 女性 传在身上的都不会 因此呢 这张剧照对的只有范冰冰是女生 还有嘴唇两边的面眼 这个是对的 那这个面眼是干嘛的 还有她的整个女性的妆容怎么化 这个是以后的事情 以后我们再讲 这张图左边是唐在剧中 你没看过也没关系 至少你听过人名嘛 左边是李世民 右边是李志 他们是父子 中间是他们两位的太太 那这个就当时候的剧照啦 服装也都不对喔 唐朝还没有流行把龙搞在身上的 唐朝并不是一个把龙视为天子的象征 或者是把龙视为什么 君权神兽的一个代表 没有 所以你不会在唐朝人的皇帝的身上 看到团龙啊 或这边有龙 这边有龙 背上有龙 不是 那个大概到明清了 很晚了啦 所以那个 我们的很多的历史书 或者是一些教科书 或是跟唐朝相关的作品 你会看到有一张图啊 就是唐太宗 然后手就这样插着腰 他的那个腰带 然后肚子大大的 一张穿着黄色衣服的那个图 那个图是元朝人画的 因为 那就不是唐朝人的皇帝的模样 第一个 唐朝皇帝没有重视黄色 为帝王之色 第二个 关于龙这件事情 真的没有 明清以后才把这个龙看得非常重要 百姓不可以在身上搞个龙嘛 可是明清的皇帝很重视这件事情 所以这就不用太认真啦 大家就是看到说 这个是一个复杂的 桂圈争乱的家族关系就可以了 好 接着我要讲这个 我先看一下大家有没有问题 有问题的话你们可以让我 让我晓得 谢谢 余胜峰说按赞晚点补课 没有问题感谢 那有同学是点播 男宠 这都是一系列的啦 一系列的 因为 他就是一个没办法分开讲的 应该说他是一整个时代嘛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没办法一次讲完 但他就是一个会一直用 一直聊下去的 重要的主题 好 我现在目前没有看到 更多的提问 太平啊 太平也是之后 今天会提到点太平 但是太平的事情要之后了 你们印象中演太平公主的人有谁 我最喜欢的版本是周迅 周迅演太平公主的少女时期 2000年的时候吧 那他 呃 不是少女时期 就是少女时期是周迅 然后 呃 嫁人之后 是另外一个女演员 叫陈红 红色的红 这个是我印象中 我最 最喜欢的太平公主的版本 那个时候他的名 剧名啊 就叫太平公主 后来好像改叫大名公词吧 就这个剧 这个系的名字 那我们现在看到 为什么他会改大名公词 因为 唐朝真的有大名公嘛 那时候是 最一开始啊 是 李世民要盖给他老爸 就李渊住的 那李渊没有那个福气啊 还没住就挂了 所以呢 后来就先搁置了一段时间 搁着搁着 就搁到什么时候呢 搁到了武后 就是武则天 还是皇后的时候 那当皇后的时候呢 他就是 重修或者是说翻修啦 重新整建了大名公 那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是模型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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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型的 有点像小人国那样的概念 他可能也不是非常小 总之他就是 模型 那 每一次讲到这个都会有人问我 为什么不要复原 为什么不要把大名公还原 或是长安城啊 那个漂亮的棋盘阁的街道还原 原因很简单啊 没有那个土地了 你们看 光是大名公 大名公在哪里 大名公在长安那个 宫殿的右上方的一小块而已哦 他还不是长安城耶 他是长安城上面的宫殿的 右上方的一块土地 光是这样的大名公就占了 三个凡尔赛宫 4.5个紫金城 12个克里姆林宫 13个罗浮宫 15个白金汉宫的 疆域面积 讲到疆域好像太夸张 地理面积的大小 所以你们想 有办法还原吗 你还原的话 你要先把长安 就是现在的西安 你要先产平多少的土地 然后有多少的人要为此搬家 才有办法重新把那个地整出来 所以有模型就先看吧 看能不能有小型的 几比几的还原 我就已经很难得了 所以呢 这个我们就看看啦 当然有小型的 可以去走走逛逛的也很好啊 因为有很多都是那种叫什么 嗯 听时 叫什么aste 就战刀 就现在流行那种 你生力其境那种实境体验是不是 像之前有那个 会飞的清明上和图 他们有邀请我就是在开幕前 就先去体验了 所以呢 在开幕前我去体验了 会飞的清明上和图 那这个就是那种好像叫什么 实境体验吗 忘记那个专有いう名词 就像流行这个嘛 那有的话当然也很好啊 所以大家可以有机会的话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大明宫 他是午后当皇后之后呢 就很希望可以有一个新的地方 然后是漂亮的重整重建重修的 就是大明宫了 那这个呢 这是我每次讲我的盗墓系列的时候 盗墓系列我都会提啊 古人的墳 应该先讲墓 古人的墓 再来墳 再来种 衣冠种那个种 曹操那个衣冠种的种 再来灵 灵寝皇灵的灵 古人的墓粉种灵 分别代表四种 不同的埋葬方式 跟埋葬的地理位置 或是地理条件 它都是不同的 那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呢 这个就是高宗跟午后 午则天的前灵 灵 就是直接整座山就是我身后的长眠之地 以山为灵 以山为我的坟墓的意思 因此就是两座大山 就是前灵 前灵现在不会被动 目前为止都不会被动的 那我们就看到啊 两座大山 你慢慢爬慢慢爬 你就顺着中间那条路 你就往中间走 你就跟着人走 你就可以想说 木在哪里 就在你旁边 所以这个是高宗跟午后的前灵 这大概是一个前置啦 先跟大家讲一下 算是大家都会比较常听到 比较常看到的一些资讯嘛 我们先跟大家补充完 那讲完之后 我们要来看一下这个 各式各样的政变们 我来先看一下 大家有没有问题要问我的 好我看一下 大明宫很大哟 所以每次有学员啊 或者是听众问我 为什么不重建或重修 我就是告诉他 我们不一定去过 那个来看一下 我们不一定去过这么多个地方嘛 当然我的学员有很多 他本身就是导游 他去过这么多个地方 但是如果以我们来讲 我们相对比较熟悉 地方很大 要走很多次 很多天才走得完 看得完的就是紫禁城吧 我告诉你有4.5个紫禁城 你光这样想 你就会觉得要还原 应该是很难了 所以大明宫是非常大的哟 大明宫是非常大的 我讲的陈红 陈红就是那个太平公主演 他成年结婚之后 就嫁给薛少之后啦 一见薛少物终身嘛 好我再来看一下同学 有没有问题 来接着我往下讲 我想到我刚刚讲什么 沉浸式体验啦 沉浸式体验秀 来我们看一下政变们 这些政变们 我还没有讲那个 李世民的玄武门 玄武门很忙啦 一直在政变 对不对 他就是一个适合政变的地方 那我们看到唐朝呢 我们的理解 我们的认知都是圣事 圣唐万邦来朝 然后平定了图决之后 大家就称呼李世民 是天克汗 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朝代 这都没有什么太大的疑问 可是他的圣事的时间点 就真的是 大约就是落在高宗 玄宗这个时间前后段 没有说整个唐朝 618年到907年 都叫做圣事 都叫做唐朝 历史上不可能有这样的事 如果有 我们现在搞不好还是唐朝呀 那不可能有这样的事嘛 因此真正的圣事 就那么短短的几年而已 几个皇帝在位的时候 那回头去看 唐朝其实是一个不停在政变的一个朝代 李世民是政变得皇位的 所以他的历史评价 每个人的观感就不同嘛 对不对 你从亲情效益 忠孝结益 跟他是不是一个好皇帝来看 其实那就是非常大的一个 每个人的价值观判断就不同啊 所以这个神武门之变 我们这边没有要讲他的啦 我们主要是讲比较靠近武则天的 你看哦 700年左右就是一直在政变 705年主要呢 李显复辟 然后武则天下台 也就是他没办法再继续当这个皇帝了 他要当太上皇去了 其实当太上皇没多久 他也就过世了啦 那再来呢 707年有崇峻之变 武则天虽然下台 可是武家的势力 外戚势力非常的庞大 武则天没有让外戚势力影响 这个中央的政治非常的 这个我应该说 不像汉朝那样子影响那么恐怖 因为武则天这个人 他就是有办法去操控 或者是去让你能够心 让你能够灭 因此武家势力虽大 但脱不了武则天掌控 只有在延续武则天下台之后 那几年的时间 武家势力还是依然 就是我们讲的那个百足之虫 死而不僵啦 还是很很有影响力的 因此才会有崇峻之变 有各式各样的这个民众暗斗 要除掉武家势力 那707年呢 是这个崇峻之变 主要就是要把武家的势力 跟随着武则天落幕 然后一举歼灭 那70年呢 是唐龙之变 就是另外一次的玄武门之变啊 李隆基登基 李隆基是武则天的孙子 他是武则天的孙子 他的童年啊 少年时期 没有过得非常的什么富贵啊 然后非常的享受 他其实有点类似那种 在市井当中生活的小孩 当然他也在宫廷里面生活过 可是他在市井当中的日子 让他认识了非常非常多 我们讲三教九流啊 然后湖人也好 西域来的谁谁谁也好 认识了非常非常多种族的人 里面有很多人是住 他在登基的唐龙之变里面 帮他这个一臂之力的 接着呢 我们看到七一三年有先天之变 这个就是李隆基上位没有多久 他就是一搞正面先杀谁上官婉儿 登基没多久就杀他姑姑 就杀太平 太平跟上官婉儿就是塑料姐妹花啦 本来太平也很希望 自己能够跟他妈一样嘛 那后来整个时间点 整个状态都不对 武则天当皇帝的时候 他当皇帝前 没有像李隆基这样的人 所以他的称帝之路相对 太平会顺遂很多 我这样讲很白话 大家应该可以理解的 好再往下面看 李志是他第二任丈夫 在这之前 他不是因为李世民 这个过世的关系 他就要出家 对不对 本来是要常办清灯古佛的嘛 落法维尼啊也好 带法修行也好 不管哪一种方式 总之就是要离开宫殿 你不再是宫殿里面的女子 就出宫了 出宫呢他曾经在宫外有创作了一首诗 就看诸成碧如一年啦 看诸成碧 思纷纷憔悴之离 他想念谁 想念的就是皇帝嘛 他就流了泪啊 然后很想念这个他的丈夫 我们讲丈夫 大家也可以讲是李世民啦 刚刚有那个同学留言说 潘影子的武则天 潘影子的武则天里面那个 那个那个片头曲啊 一代女皇武则天 里面就有一句叫做 看诸成碧泪屎干嘛 就是武则天的创作 所以武则天是会文采的 他不是一个只会玩弄政治权术 玩弄得非常好的人 他还是会有那个文学才华的 这个称帝钱 我们来看一下称帝钱 发生过什么样的事 武则天称帝之前 其实已经称制很久 所以换句话说 大家很习惯 或者是被习惯 要在武则天的这个政治的掌控 或者是政治权利 或者是他的施政底下生活 为什么因为高宗给了他这样的权利跟机会嘛 那当时呢 高宗就是唐高宗李志 李志的身体状况喔 我们现在回头看啊 有点应该就高血压的一点 就心血管疾病 头很常常会头痛 隆熙李家 我家也是 就隆熙 李家呢 当时他们常常有头痛的这种遗传疾病 就像我讲过爱心觉罗家 我讲的爱心觉罗是 那个当皇帝的那一只喔 他们家的算是遗传性的疾病 就是跟骨头有关的 比如说那个复骨居 或者是骨头有各式各样的肿瘤啊 酸痛啊 那种骨头问题 算是遗传性的 这家族基因啦 那当时啊 就是因为高宗李志 很常呢 因为头痛的关系 头痛欲裂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一种经验 因为我有 所以我知道他在讲什么 目不能是 这种感觉 头真的很痛很痛的时候 会痛到这一块 就是眉毛这一块 眉骨 就是这边眉骨也会痛 然后这边一痛啊 就是 开始就会胃光 有光就会觉得 这边好痛 然后光很刺眼 再来还有有一些时候 头一痛还会干嘛 很怕那个声音 就是声音 一般我们这种讲话音量 没有什么问题 可是头痛的时候 痛到某一种程度 我们现在这种讲话音量 听起来就会觉得很刺耳 更不用说突然间来一个 什么比较尖锐的声音 那个头就要炸了 非常不舒服 尤其是那种 我自己觉得 听声音很麻烦 你就想办法遮臂 可是 你痛到眉骨这边 然后痛到你觉得眼窝都在痛 这控制不了啊 就是你当下压不住 真的很难过 那我们现在科技那么发达 医疗很进步 我们可以有各种医疗的方式 像我 如果到这种程度 我讲话就会大舌头 可能还会吐哦 然后手就会抖 那我就直接去医院急诊 可是那个时候能怎么办呢 所以那时候那个 有很严重的发病的情况 那那个理智就是直接 我头很痛了 我可能眉骨快要炸了 我听到声音 我就很不舒服 我手也会抖 我又痛到吐 有什么百官 要上朝 要讲话 要看奏折 干嘛干嘛 一大堆事情 我就交给武则天来看 因为我刚刚讲 他是有文学才华 他试字 然后在旁边久了 他又聪明嘛 他是懂政治的 看久了就会 然后也学 那加上他也有野心 所以学的会更快 任何事情 有野心的时候 你有那种企图心 都会变得速度会加快的 那当时呢 就让很多的事情 让皇后来决定了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到 那时候的历史 我们现在回头看的史书 就讲到 因为皇后很聪明 很聪明嘛 对文 对史 他都能够了解 所以高中理智 就是把非常多的事情呢 就交给他了 那慢慢的 大家就称 这两个人为干嘛 为二圣 两个嘛 两个都是圣人 都是当天子的 都是皇帝的这样的概念 叫二圣 再来 这两个家伙和在一起 被称之为二圣 我们也讲过 一对夫妻 他们也被称为二圣 就是谁 隋文帝养间 跟独孤家罗 独孤皇后 他们也被称为二圣 我那时候在 独孤皇后那一集有讲 你忘记就回去听 独孤皇后 因为他也是一样嘛 他非常的积极参与 政治上的 军事上的 还有南下灭城的 这种策略 因此呢 他常常跟隋文帝养间 这两个人 合在一起 处理事情 换句话说 两个也一样 共同在当这国家的君主 他们也被称为二圣 武则天跟高中也是 这称帝前 所以武则天称帝前 就临朝称治 很久了 大臣很习惯 皇后帮忙决定事情 皇后看了百官的文字 然后帮忙做决策 早就这样了 那个时候 大家不一定有什么样的警觉心哦 他会不要当皇帝 不会有人这样想 因为没有发生过 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说 是不是不太好 有皇后 有这个后宫的女子 参与这么多政治上的事 军事上的 经济上的 社会民生的事 会不会不好 但是这是皇帝的意思呀 接着 我们来看下一张 那那个 临朝称治 一段时间之后 政治上的事情 就没有什么大小之分了 都有皇后来决定 那取天后处分 这个天后就是 这个 他的 地位越来越高了 对不对 那就是由他来决定了 好 地图又来了 不要忘记关隆集团 这个地图又出现了 来 这我讲过哦 关隆集团不要忘记 那 首先 不要忘记我们讲过 最一开始的时候是北位 北魏 北魏 北魏呢 因为 那个 北魏孝文帝 他迁都嘛 平成迁到洛阳 记得吧 我都有讲过 我现在有放慢速度 我都有讲过 因为他要迁都的关系 那你一迁都 你是不是所有的资源都会跑掉 因此当时候几个比较重要的军事重镇 一共六个 他们就不希望他们的资源被瓜分 或者是不再集中 那他们就变成有大团体 有小团体 各自就开始有小型的战争 有大规模的战争等等 就开始分裂了 分裂之后 越来越乱 就变成北魏 就分裂成东魏跟西魏了 东魏跟西魏 东魏跟西魏 后来有全城 掌控了朝政 就在往下延伸 变成北齐跟北周 还记得我讲过北齐的战力 非常非常的强于隔壁的北周吗 那北齐为什么会在战力这么强的时候 还被打的乱七八糟 打的落花流水 因为北齐皇都是疯子 然后还记得我讲过冯孝莲吧 对不对 北齐军事力量是大于北周很多的 可是人家北周宇文家族就是历经图治啊 人家很认真经营国家跟军事 后来打赢北齐 那北周再往下延伸 就是关隆集团 就一直往下延伸 最后他们就 在关隆集团的一个支撑下面 让隋文帝阳间当了皇帝 隋朝的开国君主 我都会开玩笑说 这也算一种无血开城 无血建国啦 因为没有经历过战争啊 直接就北周 顺顺的往下就变成隋 所以 你看这样这关隆集团隋到躺就分不开啊 那个他们之间那个桂圈争乱的关系 你回去看那个 独孤皇后那一集 我有讲桂圈争乱 就是谁是谁的表姐妹 谁娶了谁的表兄弟 谁是谁的弟弟妹妹 就是大家就凑在一起了 然后这个不要忘记这个关隆集团 我们讲隋跟 应该说我们讲魏晋南北朝隋唐 像三百多年之间到唐 你很难不去谈 陈铭确先生定名的这个集团 你很难不谈啦 因为就是由他们这种政治跟军事结合的力量 在背后支撑着国家的运作 然后甚至他们有决定谁当皇帝的权利 因此这个没有办法不谈 好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同学的问题 我看一下 我要往前面滑一下了 我同学的问题挺多的 感谢上线的同学 有些同学可能比较晚上线 那你再帮我按赞跟分享可以吗 谢谢你们 然后 嗯 说实话我不知道我FB有没有开成功 FB应该有 有谢谢在那个线上 直接在FB看直播的同学 感谢你们感谢你们 因为 我设定了初步FB直播 但是后面的后续啊 你们也知道我 我要谢谢我的小内 没有小内就毁了 就是什么都不用搞了 对所以谢谢你们对我的小内非常好 所以一定要帮我按赞分享出去 不然我们家小内很辛苦耶 好来看一下大家的问题 刚刚我滑滑滑到 好谢谢FB的朋友 因为我头一次开啦 所以要确定一下 天香楼 Nobody chain 天香楼在 哪一家饭店啊 糟糕 这样我很失礼 因为天香楼那时候举办宋宴 有邀请我去体验宋宴 我的FB有发文 他们有邀请我去参加他们的宋宴 就是宋朝的这个食物跟点茶 比如说我吃那个啊 宋扫鱼羹啊 然后点茶 谢谢大家帮我分享跟按赞 接着我看同学的问题 大家都有看到有想到跟看到刘晓庆跟潘颖子耶 至于那个摩金教卫班山谢灵 这是盗墓的四大门牌啦 我是两个 我自己的演讲是两个系列 两个系列的 沉浸式体验的 感谢秀颖 林秀颖 秀颖的晚安 谢谢你 谢谢你 武照 这个照叫做泽天文字 就他自己自创的 武则天自己自创了蛮多文字的 他的文字 还流传到日本去 日本有一个幕府将军啊 德川光国 那个国就是泽天文字 我们之后再讲啦 哦要记得按赞分享 我们家小内在提醒大家 你们要跟小内好好的配合一下 尤达伦说指甲刮到黑板的声音 哦这个声音是非常的 你听过你这辈子不会忘记 我觉得那个声音真的是很 切割玻璃 那个声音很恐怖 我跟你们说我该做检查都有做过 谢谢大家的关心 感谢感谢 然后谢谢 谢谢罗晴 谢谢罗晴 谢谢你的donate 然后罗晴我有把你要的那个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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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明与巫术的档案传给你了哦 你有购买那课程了解看哦 来我们看一下这边 张胜雄说对啊 先天政变杀太平 没错啊 先天政变杀太平啊 我没有写错 所以你可以再回去看一下 或者是你现在 如果你正好有看到的话 是在这边 谢谢谢谢 好谢谢 蓝婆苏罗新的那个 柴犬的 donate 谢谢你们 不是喜来灯耶 那个宋宴 对不起我现在这个一时想不起来是哪一家饭在南京东路吗还是南京什么路 我现在一直想不起来啊 亚都立志谢谢霹霓狂 对因为他们时候有邀请我去宋宴 谢谢谢谢 谢谢 Kevin 谢谢你给我们家小内有牛肉蛋炒饭 好 感谢 好了 那我就要继续讲啦 这个政变门 就唐朝 虽是盛是 可是政变真的很多 大家可以回头看哪一个朝代政变这么多的 而且这么集中 基本上都是为了皇权之争 他这个很值得讲啊 就是每一场政变都 辛风邪雨然后死伤惨重 再来就是 参与的那个人种啊 你没有办法去算说今天谁参与什么样的种种种 没有办法 算清楚 因为太多了 再来我们刚刚讲到武则天称帝前 其实已经临朝称治很久 那也讲到观隆集团带来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他大到可以决定政治跟军事的 走向嘛 你看没有 观隆集团撑着 杨坚才没法当皇帝 杨坚 他爸杨忠 杨忠当初是跟着独孤姓打天下的军人 独孤姓还是 他的算是长辈 对不对 要也是独孤姓他们那个八柱十二国大将军 他们 自己的人当皇帝啊 轮不到你的 我的部下 还是我部下的儿子 所以就是后面那个八柱十二国将军撑着嘛 这么多人撑着这个集团 唐朝初期 得罪不起 他那个势力非常非常庞大 而且影响众多 那武则天 他 当了 皇帝之后 还有他 快要当皇帝 他要把这个 宗宗啊 瑞宗一个一个 让他们没法当皇帝 他们 这个之前 武则天做了很多事情 我们来讲一些是 他在 真的当上帝王之后 非常重要的几个 措施 第一个 关隆集团影响这么深渊 影响到政治 影响到军事 然后 官员这么多 你长孙无忌登高一夫 大家都听你的 谁理我 所以我当然要先想办法 把关隆集团的人搞垮 这个我也讲过 这个集团的人 那么多 总有些人 无心于政治吧 这些人大概就 我就跟政治越来越远了 再来 慢慢的慢慢的 人太多了 就像早期那个 先秦的封建一样 诸侯多了 势力就小了 慢慢的慢慢的 这些人就会 淡出历史舞台 可是需要时间 那武则天就碰到了这个时间 他碰到了他有 机会打压 关隆集团的时间点 不然的话 之前隋文帝隋阳帝也想打压关隆集团 隋阳帝迎建东都洛阳 还有开凿运河 还有 开始 新办科举 就是要打关隆集团嘛 结果没有想到他反而被关隆集团在回呼了两巴掌啊 这个是历史上的时间点你还没有水到渠成的时候事情是不会成功的 那后来到了武则天的时候 真的就是时间点也到了啦 就是已经到了我刚刚讲什么 很多人已经无心于这种 你争我夺的政治 淡出了 好这就不管了 还有就是 人多了 势力就慢慢就散掉了嘛 就像当年 潮错建议文帝 重见诸侯少其力 一模一样的概念啦 你势力出去了 权力就小了嘛 一样 那关隆集团呢 就是武则天要打压的第一个重要的对象 你们就是一直反对我 这是一回事 再来就是 你那个样子我见过 包括你也看到了我 这些人是我提拔的 你们会不支持我吗 原则上会支持我啦 所以呢 电视 举行了电视 再来还有武举 武举是武则天创办的 所以 改制了科举 在家考 除了诗啊 富啊 在考各式各样不同的 这个经书的内容 所以有明经科 进士科 慢慢的就 出现成熟成型 然后成熟了 目的是什么 我就是要提拔一些新的官员 哪怕他们很年轻 很年轻可能有 热血 但不太会当官 可是总比 连人都没有的好吧 所以我先提拔一群人 起来之后 我要慢慢的把官隆集团的势力给打压下去 接着 当初李世民改了氏族制 李世民为什么要改氏族制 因为我们隆熙李家 就不是 唐朝人当时候重视的武姓 李正崔卢王 李正崔卢王里面虽然有李 有李这个姓氏 但不是隆熙 所以那个时候很多的官员 他们宁愿取 山东氏族的 女儿 或者是嫁 山东氏族的这个男子 他们也不要娶 或者是嫁 这个李姓 就是那个 唐王朝里面的 王子 或公主 因为他们就觉得 你们就是马上得天下 你们这五人 军唐王不喜欢 李世民就很生气 他就干脆改氏族制 那你改归改啊 我把我们隆熙李家 地位抬到最高了 可是 改归改 这是制度嘛 大家还是照样啊 那你改了 好好好 可是我们还是要跟山东氏族的那个联姻 因为在我们心中他们就是比较好呀 改了就没有用啦 武则天直接干嘛 把姓氏给改了 什么李正崔卢王这种 这么重的 这么强的门法的 观念 这么重这么强的 非这个不取 非那个不加这个姓氏 最了不起的 这种想法 我才不管了 我先把我们五加抬高 我先把哪一个加贬低 这个他做第一件事情 就是这些是 武则天透过 光明正大全天下的人都可以来考科举嘛 虽然唐朝科举一定都不公平 可是至少他有个开始 我要打压官隆集团 我要提拔新的人 让寒门市子有机会 透过考试 有电视 然后也有五举 各式各样的新的方法 让官隆集团慢慢慢慢消了 之后再透过新的事例 起来了 再重重的 给他一起 这就是慢慢让官隆集团 跟历史 说再见 这个是 很重要的 一个举措 接着 我们来看 同学的 问题 谢谢大家的 提问跟 抖内跟按赞跟分享 谢谢大家 慈禧会讲 慈禧会讲 但是你们要听慈禧的什么呢 你们要听慈禧的什么呢 还是要让我晓得吧 李靖哲说 第一次抖边 那我替小内谢谢你 我不会用蓝指甲挂黑板 好可怕 可怕 罗琴 对我是亲自记的 然后我有在 没有上跟你打招呼 谢谢你 我知道你 你听了第2次 那个 文明与巫术课程了 我猜你应该是想看符咒 对不对 滴滴称说 唐朝生乱伦的时代 就是 那个滴滴称如果你有时间 你去看《独孤皇后》那一集 我有一张PowerPoint 叫做《桂圈真乱》 那边就是 这个李家跟杨家跟 当时候还有《独孤家》他们 一直联姻的那个 一个关系表 那个 我是用文字 因为 很复杂 那你可以看一下那个文字 谢谢 谭俊南的 Donate 感谢 五帝的推恩令 有同学提到 来俊成 这个电视 不是那个电视 是在宫殿上面 我要测试你 测试一下 这个你的条件 到底好不好 你很会读书 你会考试 不代表你就有办法好好的跟皇帝 跟百姓 跟当官的人讲话 你万一结巴呢 你连话都讲不好 那你考得再好 你很会写也没有用啊 唐朝的考试就是有深言书判嘛 感谢按赞快破200 谢谢谢谢你们 那个对于官隆集团有问题啊 初步你先回去看那个 独孤皇后那一集 因为那一集讲的也蛮多的 那最主要是要去看 桂圈争乱的那张part point 因为那就是你会知道 这些人为什么分不开 因为他们就是 都是 互相结婚结婚结婚 所以 我会去杀谁谁谁吗 不会因为我们就是一家人 只是可能一表三千里 但我们还是一家人 所以我不会动你 所以谁跟唐就这样下来了 接着来我们往下看 古人 要登基前 要当皇帝前 或者是登基后当皇帝后 那几年的时间 就要搞一些什么 天降祥瑞 比如说 据说 赵匡胤出生的时候 满天红光啊 然后他身上很香啊 或者是什么 各式 每一个皇帝出生前 要不然就是妈妈弄到什么 神明啊 还是谁跟他讲话 他就生产了 等等 总之每一个伟人 他 成为伟人之后 后面就开始有故事进来了 当时都没有 所以那个 天降祥瑞 这种东西 一看就是后人去 穿着腹会使他更为的神圣 那当时呢 就出现什么 落水里面 就出现了一块石头 石头上面就写了字 有圣母啊 有地业 那武则天呢 就把这个石头啊 取了一个名字 叫做宝图 然后再帮他加封 叫天寿圣徒 他就自己称自己是圣母 神皇 这就是什么 我要先铺路嘛 我要称帝了 我要先铺路 让天下的百姓都知道这个什么 天意 人命是没办法违抗天意的 所以呢 大家要顺从天意 古人的这种君权神兽啊 然后天 子 老天爷的儿子嘛 这个观点其实还蛮强烈的呀 所以 我先搞了一个 天 意 大家是不是就会觉得 这个是 就像王莽啊 王莽也是这样搞来的呀 对不对 所以 百姓就会先有 至少啦 至少百姓会有初步的接受 读过很多书的官员们 会不会这样想 内心不这样想 但是你这个 事实物则为俊杰啊 当下能不能说出口 是另外一回事了 再来天命呢 还有什么 除了祥瑞之兆 好事降临啊 龙飞凤舞这种好事之外 还有什么呢 唐朝呢 当初李渊李世民他们要 新建自己的朝代的时候 他们希望自己不是 平地一声雷冒出来的 李家的朝代 我希望我们这个李家是 很有根源的 而且那个根源要很强大 非常的 有说服力 所以就往前推推推推推 推到什么 老子就李丹 姓李嘛 李丹 因此就把道家 设为 唐朝的国教 如果道家已经是唐朝的国教了 那武则天他要跟 这个国教对抗 不然的话我依然还是唐朝的状态 对于我称帝 前后都不利 所以呢 我就再找一个嘛 再找一个宗教就行了 那古代 如是道你挑嘛 如跟道被挑走了 我就挑什么 佛啊 就是这个释迦 释迦 就是佛家 就把佛家给搬出来了 开始有什么 有和尚 把这个大云经 重新的写了祝树 这个祝树里面呢 是我的滑鼠调了 他重新写了这个 编写了祝树 写那个 翻译的意思 那这个祝树里面就有提到 有一个神女 有一个 天女 她的名字 是靖光 那靖光就是 从头到尾就在讲说 是谁 就是武则天 所以 这个称帝前后要做的事情 很多的 要有天降祥瑞 然后呢 我要有一个 忠心信仰 以前是道家 是我们这个 礼堂的忠心信仰 跟支持的一个 宗教 现在我要跟你不一样 走自己的路 那我的信仰 我以什么为依规 就是佛家 佛这个宗教 在唐朝的时候 真正的本土化 也就是 当时的人们 很努力的 我尽量用唐朝人 懂得的 语言词汇 来翻译跟解释 佛家里面的经典词汇 例如 空跟无 我举过蛮多次这个例子 例如 空跟无 我们现在都很清楚 空是空 无是无 可是在那个年代 西元600多年 700多年 800多年 那个时候 只有这些词 可以用了 所以呢 空跟无 就被拿来诠释 用这个道 来诠释佛 那武则天当时呢 他就是替自己找到了一个 天命的一个依规 宗教 就是佛 这个是 关于祥瑞跟天命 接着我来看同学的 问题 大家要听那个 我看到你们有写到 就是 宠 他的那个男宠 面首 之后会讲啦 宗葵 宗葵 据说 壮著而亡 因为 深言书叛 看大家开始讲那个 天将祥瑞啊 伟人的妈妈 都很了不起的 君权神兽 对呀 君权神兽啦 天意呀 对不对 天命是不可为的嘛 来 接着我们再往下看 这是 称帝前后 他要铺的路 称帝后呢 称帝后呢 我们刚刚看到 一首诗如意娘 是称帝前 那时候他很年轻 对不对 称帝后 他有一首诗是这样的 我要 带着大家去 那个 公院 外面要涉猎 然后我要出去那个 我们 大唐帝国的森林草原 都好走走逛逛看看 就像 五帝的上林院 那样的概念 这个意思是什么 我明天要出发了 我很赶时间 你们赶快把事情都给我办好 赶快处理好 不要等 我不想等 立刻right now 现在 我不想要你们在那边搞东搞西的 主要 我讲这样是不是很粗鲁 可是意思就这么简单 就是我没有要任何的拖延时间 我也没有要你们 操操了事 我要你们把事情办好 因为我要出行 我要出巡 我要出去 你们把事情办好 要快 那这个就是 我是帝王 我以帝王之姿的一个霸气 写下这首诗 就是在那个冬天的时候 他要出去 他要到上院这个地方去 那最后 没有人阻止他当皇帝 第一个我们刚刚讲了 高宗理智 给了他非常多的权利 一开始是皇后 只是皇后 就让他可以 参与非常多的政治上的 决策 再来 他慢慢的 让很多的臣子 跟随他 因为决策的关系 谁对我有利 谁对他没有帮助 慢慢的就 靠近他的人 他就笼络了一批了 再来 又借着科举 提拨了一批 新的进士新贵门 这些新的科举上来的 这个人才 自然就跟随他 那就打压了官隆集团 那这个就是让他称帝之路更加的 又往前推一步 再来称帝前后 搞什么 有祥瑞之兆啊 有天意啊 军权神兽 天命不可为 而且都是 自然的一些奇景等等 这个就是铺垫了 因此 没有人 强力阻止 原因当然就是什么 一开始就有的权利 再来是什么 再来就是 我靠着我的能力 把官隆集团往下压 提拨了新人 新人支持我 到最后呢 他当了15年的皇帝 690 690 690年当皇帝 最后就是 被迫了 这个当太上皇去了 那个时候啊 他有没有想过说 我都已经建立我自己一个州 这个朝代 那我当然是希望我也可以 江山永固嘛 那我就要让姓武的人当皇帝啊 那是谁 提醒他以及劝他 你算了吧打消这个念头 有一个说法是李德钊 可是 最多人 比较认同的说法是 大家在敲碗的 我们之后要讲的 柯南门的其中一位 狄仁杰 狄仁杰提醒他说 你有看过 历史上啊 有侄子 去祭祀姑姑啊 有侄女去祭祀姑姑啊 还是你是看到儿子 在祭祀父母亲啊 祭祀祖先 你有看到了 将来会祭祀你的人啊 是你的儿子 不会是你的侄子 那武则天的儿子是谁 每一个都姓李呀 虽然中中瑞宗 都被他给搞垮了嘛 以下当皇帝 以下善让 以下当皇帝 以下退位 都被他搞的这个 七零八落 可是最后最后 往前推往后推也好 真正会去祭祀你的人 让你成为 礼堂的人的人是谁 还是礼家人嘛 那这个当然有打中武则天的内心啦 所以 后来呢这个 当然起了很大的一个作用 让他归还江山 这个就是 大家之后 你们 不是一直敲碗 敌人节吗 他67岁 当皇帝 当到大概 当了15年啦 就用15年整 84 同学的提问 没有汉人了啦 我所谓的没有汉人的意思就是说 大家都疯狂混血了嘛 对不对 你魏晋南北朝300年 300年你说你完全没有被混到血 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讲汉人就是一种 看你从 血统的角度 还是文化的角度看 从文化角度看 也许还有 应该说有 可是你从 血统的角度看 当然没有 因为大家都混血了 那你们不是要一直在敲碗敌人节吗 所以我 最后就放敌人节吗 因为你们最后要听不是吗 就是我最后要讲敌人节啦 柳德华呀 这是 最后要讲的 好 再来每次都会推荐一本书 这本书 叫做千年美人 千 千 千年美人 这本书千年美人 因为我再度有挂名 我有挂名啦 所以我又要推荐 推荐这本书了 那我要讲的这本书呢 主要就是他讲了各朝各代一些 很有特色的这个女子 他们的 打扮啦 服装啦 发型啦 这个各式各样身上 叮叮咚咚咚 瓶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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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东西 那其中就有提到武则天的 那提到武则天的话就讲说 他的造型可能是什么 还有他非常喜欢化妆 这件事情 武则天喜欢化妆 是史书上就有记录的 他讲什么 武则天年纪很大了 可是还是很喜欢 擦个什么粉 附一下脸啊 化妆造型 还是很喜欢这个美容的 这个历史上有讲 最有名的 化妆 应该说保养品 就是神仙玉女粉 真的有神仙玉女粉这个 保养品 就是武则天开始使用的 这本书叫千年美人 因为我官名推荐 他是时报的书 那已经出版了 有个 还好两年而已 两年 所以现在一定还找得到 千年美人 他里面讲了女孩子们 各朝各代重要的一些女子们 身上穿戴的 这个 你看得见的漂亮的东西 然后他可能保养品 化妆品啊 吃的喝的用的 穿戴等等的 千年美人 再来看一下 自肥的余小姐 我很常介绍 我挂名的书 因为 好书才挂名 然后同学在敲碗的 有李清照 还有化妆保养品 那很早 我们之后有机会都可以再讲 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 为什么没有人阻止 武则天称地 那从高中就讲起 再到各式各样他把那个视力给往上 抓嘛 对不对 他往上 提拨了自己的 重要视力 所以 反对的人 声音就自然会被压压压压低 支撑他的人就变多了 这是一个很大的重点 所以为什么没有人阻止 当然有啊 可是那个人就比较少 然后又被打压住了 这很重要 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就是 为什么没有人阻止 有的 可是他们的视力跟 支持的人相较之下 真的比较 低微 那如果你要讲说 是不是因为种族的关系啦 还是 唐朝的这个女权的地位比较高 他也有影响 可是更重要的还是你政治权力上的掌控 这个还是最重要的 好 那我要这个 再看最后大家的问题 不然的话要 已经耽误你们12分钟了 太久了 好目前就没有 没有再看到大家 唐朝女生 穿男装很多呀 就穿胡服 胡服穿胡服 好 那就提醒大家 有问题的话呢 你就是到 留言区那边可以在 留言 如果你对关隆集团 或者是我们刚刚讲那个地图那个北齐北周 那个什么 那个北魏怎么样 你还 有点混乱的话 你先回去看独孤皇后那一集 你再接着看这边你就会知道 谁跟唐为什么不能够被 分割开来看 好 那我们今天要 到这边 希望接下来 大家都一切顺利 我们星期五 星期五 直播 再见 已经当你们13分钟太久了 我们 星期五 他讲是我们星期五的时候 在直播一样是晚上 6点 可以跳FB或是YouTube都可以看 谢谢你们喔 谢谢谢谢